据美国媒体报道,苹果公司CEO库克马上将前往白宫,就中美贸易战问题同美国总统特朗普面谈。 CNBC报道称,白宫官员证实,会面被安排在当地时间25日下, 武北京时间26日凌晨,但是并未透露会谈的具体内容。 阿德福蒂斯·蒙茨,不过特朗普的推特变相承认了贸易战将成为话题之一。 特朗普说,非常期待同库克的会面。我们将讨论很多事,包括在美国贸易问题上所遭受的多年不公。 库克一直都对特朗普的贸易战持反对态度。 今年3月,库克曾在北京表示,中美双方应该秉持开放包容的贸易,把蛋糕共同做大。 拥抱开放、贸易、多样性的国家会获得成功,而拒绝贸易、开放的国家会失败。 中美可以做到1等于3,两国共同把蛋糕做大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。